我相信館長他雖然這個四肢粗壯 但他頭腦不簡單啦 直播的時候講講的話 網友也別當真啦 有一句話啦叫做 萬人響應一人到場 我想就是說很多時候大家 網路上網路上喊的歡叫的歡 我當然不是針對館長 我是說所有的人 就是很多時候 包括這種網路上那種 引領聲量的就喊 你要怎麼樣要怎麼樣 通常真的會去做的 這個叫擠西椅 就是很少啦 放心啦館長不會真的去 館長他真的 帶了這個他的不知道館粉還是小草 去包圍地檢署 如同他直播的時候講的一樣 我輸100片雞排 內鬼通風報信證人未到案 辦案人員將賤請深壓柯文哲 就是說這個是獨家 我們剛剛看到一個林傳媒的獨家 好來他是怎麼講呢 他是說這個檢察官 為什麼會申請羈押柯文哲 因為是懷疑就是說 有在內鬼檢調單位有內鬼 就是搜索的消息竟然走漏了 走漏給柯文哲 所以檢聯就提前約談柯文哲 就是金華城涉嫌圖利案 所以柯文哲他在內部有人 所以檢調就懷疑 柯文哲就是他可以有通風報信的這個 這個可以跟內部去做一個 辦案進度跟他都即時交代 包括檢調要去搜索柯文哲 這個消息也是走漏的啊 當然林傳媒這個獨家報導 不知道有沒有被證實 那現在呢 這個等一下我也會請這個製作人 隨時幫我注意一下最新的這個消息啊 是不是真的已經證實檢方 申請羈押柯文哲 但我覺得會 那林傳媒這個消息呢 就是說為什麼申請羈押柯文哲 檢方為什麼做這個決定呢 是因為內部有人有內鬼 柯文哲有安排內部的人 好來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第一則新聞啊 今天柯文哲說我坦蕩蕩那一個 好 這裡這裡幫我Cue 我傳過去 我坦蕩蕩 好來 是啦 我坦蕩蕩啦 招搜索柯文哲震怒 他說我坦蕩蕩 沒關係你Cue的當下 我自己來講啊 今天呢柯文哲被這個台北地檢署 等於是去他家去搜索 同時約談 那現場就是媒體全部都到了 然後全部都就是隨時的SNG 車 然後都在現場 要捕捉柯文哲從他家走出來 去台北地檢署的那一刻 那柯文哲出來 就是因為媒體現場媒體人很多嘛 那檢調帶著柯文哲出來 柯文哲出來了 就對著媒體先發表一番談話 那他在這個談話裡面 他就講 今天是台灣歷史的第一次 主要在野黨黨主席的個人住家 還有中央黨部被搜索 然後他說啊 他個人是坦蕩蕩的 我很清楚知道我沒有什麼問題 請執政當局說清楚他們有什麼證據和合理的理由來搜索 那我個人是覺得柯文哲他可以在這個時候啊 在這種情況下他仍然可以講出他坦蕩蕩 然後他沒有什麼問題 他不怕 那如果不是因為這麼多市政爆出來 包括民眾黨他的這個 等於是他民眾黨當時的競選總部 柯文哲競選總部的這個假葬的這些風波 然後他用他自己的名字買了商辦 然後等等 再包括再加上金華城的這個容積率案 這些消息一而再再而三的出來 好 我如果不知道這些事情 我光看今天他對媒體的講話 我真的會相信他 所以我真的覺得政治人物還是蠻厲害的啦 哪怕這麼多事實擺在眼前 他仍然可以對媒體講的議政辭言 柯文哲說他坦蕩蕩 柯文哲說他坦蕩蕩 沒有什麼什麼不可告人的 執政黨局說清楚 同樣的柯文哲在昨天的記者會上 他也跟大家都承認 他有去威京集團 威京 沈慶京的豪宅 陶租飲員 跟沈慶京去吃飯唱歌 他說這個沈慶京也是一個市民 這個叫什麼 富商啊 什麼權貴啊 這些商人啊 也就是一個市民而已 那同樣的柯文哲 你在回想當時2014年 跟連勝文選舉時候的柯文哲 他是怎麼樣批評連勝文的連家 是怎麼樣的權貴 他自己是怎麼樣的清廉 而昨天記者會的柯文哲 他去把跟沈慶京去逃租影員 這個吃飯唱歌 講的一個很平常的事 而且我也覺得很奇怪 柯文哲說是因為他選舉選輸了 然後沈慶京來這個 這個叫什麼按捺他一下 就是安慰他一下 奇怪你是第三名欸 那怎麼沈慶京不去安慰一下侯友宜 你不去安慰趙少康 要來安慰你柯文哲 真是奇怪 那第二名也需要安慰啊 照理講 紫瑜 你有沒有看奧運 奧運你知道這個頒獎牌上 金牌 銀牌 銅牌 金牌的最開心 得銅牌的也開心 但得銀牌的最難過 真的你知道那種感覺 對 得銀牌的那個臉就好 喔好能舞 但銅牌很開心喔 銅牌比銀牌開心多了 銅牌開心都照相 但銀牌就 那就是奧運比賽也是啊 得第三名的 你真的要安慰 你要去安慰得第二名的那個嘛 你怎麼沈慶京不去找那個侯友宜 怎麼不去找趙少康 去喝酒唱歌一下 自己安慰一下嘛 安慰一下啊 怎麼就是找你柯文哲 那你跟沈慶京就是 就是私下就是有來往有接觸 然後金華城的容積率案 你又給他超過這個歷史新高的這種容積率 比101還要多 840%的容積率 101是700多 那你這個 犯罪事實 非常犯罪嫌疑非常明顯啊 所以我就不懂 你到底今天講坦蕩蕩蕩 對不起啊 如果線上有柯文哲的粉絲 我就就是論事 今天柯文哲他怎麼可以這樣講他的坦蕩蕩蕩 講得如此的坦蕩蕩蕩 他怎麼會坦蕩蕩 他跟沈慶京這樣私下的去 拌碗膠膜 然後金華城容積率案 給威京集團這麼破格的840% 你到底坦蕩蕩在哪裡 然後你用你自己的名字買了商辦 你又坦蕩蕩在哪裡 你用你自己的名字買商辦 人家問你為什麼 你說是因為民眾黨需要 民眾黨需要有辦公的需要 你買了商辦用自己的名字買 不是用民眾黨的名字買 但是呢你買了這個商辦的同時 是有人有租約的 這個租約明年才到期 那也沒有辦法買賣不破租令 也沒有辦法給民眾黨去用 那你覺得這種講法 一般人會接受嗎 你到底坦蕩蕩在什麼地方 我真的暈倒了 來 子余Q下一個新聞 好的 我過去了 好 來 施作人有什麼問題 傑克其實現在啊 很多人都在想說 今晚會不會有大場面 因為你知道那個北檢的外面 開始圍了很多的那個圍裡啊 可是因為之前那個館長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在聊天 就想說你認為今天會不會有大場面 甚至是明天 有一句話啦 叫做萬人響應一人到場 我想就是說很多時候 大家網路上網路上 喊的歡叫的歡 我當然不是針對館長 我是說所有的人啦 就是很多時候 包括這種網路上這種 引領聲量的 就喊啊你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 通常 真的會去做的 這個叫擠西儀啊 就是很少啦 放心啦 館長不會真的去 我相信館長 他雖然這個四肢粗壯 但他頭腦不簡單啦 他 直播的時候講講的話 網友也別當真啦 我在這裡 今晚聊天有用的 那個現在線上的網友 麻煩你們就刷 我在這裡賭100片雞排 如果今天館長 去了地檢署現場 帶著人去包圍地檢署 如果這件事情館長真的做了 我輸100片雞排 我請中天所有的人 吃100片雞排 就在現在 來大家刷一排 刷一排 那網友要來中天領嗎 可以啊 我們就約一天 網友你們來中天排隊領雞排 由我跟子余來發 好不好 好 OK 我們才知道他是登記要領雞排 好登記領雞排的刷個777 等一下啦 我是輸了嗎 等一下 我又沒有輸 等一下 777 留言起來 777 我在講這個賭注要先講清楚 我在此跟大家下個賭注 如果今天那個館長 他真的帶著這個 他的不知道館粉還是小草 去包圍地檢署 如同他直播時候講的一樣 我輸100片雞排 好 聊聊聊天去刷777 就登記 100片雞排 如果我真的輸了 我跟子余來發 歡迎大家來中天現場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藻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您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暖光清爽高防曬凝露